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徐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是貝多芬的暴風宇宙名曲 The Tempest 昨天駕駛打到來,爆風 我寫了一個故事,彈了一個A Arpeggios出來 不少網友都很眼淚 聽得出我實際上是在彈貝多芬的The Tempest的第一個和言 但當中有位網友跟我發生了很有趣的對話 他就說 好,這個是The Storm, Typhoon 就是The Tempest 我就回答他 不行,一定要叫做The Tempest 他就說,為什麼? 他就說 在德文中,我們都叫做The Doom 直譯英文應該叫做The Storm,沒問題 我就覺得這個課題也挺有趣 所以今天,我其實想和大家講講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把暴風宇宙名曲 我們只可以叫做The Tempest 不可以叫做The Storm 要解釋這個問題,就要講一點歷史背景 就是這個表題究竟是怎樣來的呢? 話說,貝多芬其實在19世紀初的時候 已經在歐洲,就是維拉納那邊 是非常出名的一個音樂家 還有鋼琴演奏家,還有一個作曲架 在1801至1802這段期間 他就創作了這個 我們現在叫做The Tempest Sonata 實際上,他一年推出了三首的鋼琴就名曲 全部放在第31作品編號 OPUS 31 叫做123 而同時期呢,他也創作了這個 小提琴的清支就名曲 還有隔多幾年,他也創作了田園交響曲 第六交響曲 那很自然就會令人想 貝多芬其實這段時間就是探索 一些音樂怎樣去表達大自然的聲音 這也是,貝多芬是浪漫時期的先驅者 怎樣把音樂怎樣情感化 但是呢,這一首就名曲 就絕對正正不是貝多芬 他自己改名的 而這個名字是怎樣來的呢 話說當時他有很多學生 有很多學生問他 啊,老師,這一首音樂我們怎樣才能玩得到 玩得好 你這一套作品呢 我上版篇有三十一 這三首歌的就名曲呢 據說,貝多芬就回答他 如果你要玩得好 這些歌的話 那你一定要看 沙士比亞的暴風雨 The Tempest 即是說呢 而我們所稱之為The Tempest 實際上是直接引用了 沙士比亞的The Tempest 原文整個標題 都按下去 而不是純粹的大自然的聲音 暴風雨的感覺 即是說呢 這一首就名曲 它是一個戲劇化 而不是純粹的大自然的聲音 這件事呢 亦都在浪漫時期的時候 是開始很普遍的 譬如 沙士比亞的作品 就由英文譯了做德文 有很多座家 可以看得到 很多不同的人都看得到 也都引伸到 譬如之後 但是英文就一定要叫它做The Tempest 貝多芬的這套作品 實際上是有三首作名曲 為什麼我們現在只會叫第二首 做The Tempest 而第一和第三首 我們又不會這樣叫它呢 這個呢 就不是我們今天講的課題 有機會再講 大家看到我今天坐在這裡 就知道我是老高 不會彈琴 不懂彈琴 所以就這樣 拜拜 來吧